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 1月28日 星期四 昨天我們跟大家說過關於美股 GameStop GameStop這個遊戲站 成為了最近美股的焦點 即使美股今天大跌 但是它仍然是一個焦點的股份 而且昨天的成交 高達1億7千多萬 昨天收市是1億7千多萬 一億股百多美金 過千億港幣的成交 大家想想多誇張 原來還有一個下文 就是 有些對沖基金加入戰團 當然也有些已經是陣亡了 市場熱話 現在跟大家說說 華爾街上演一場散戶對於沽空機構的大決戰 可以說是一場股票版的 大衛大戰哥利亞 對於巨人 暫時是由散戶贏了一仗 而且這仗 還很厲害 贏得很厲害 散戶 最愛的股份 最近當然是GME 沽空機構香源 看淡這家公司 認為它合理價值是每股20元 但是很多人反對 所以就瘋狂入市 我們昨天說過 昨天 最高的價錢 升到130多元 然後就賺回來幾十元收市 這個說了前天 星期一 到了昨天 然後 衝上去 最終昨天收百多元 星期三更厲害 剛剛現在美股星期三 更誇張 散戶這次再夾 基本上 是夾到很多 對沖基金 是破產的 其中一家叫Melfond Capital 就是被 散戶圍攻 這家基本上是爆仓的 今天最高升上 360多元 370元 大家想想 今天又升一倍 你怎麼可能 不死呢 昨天已經有很多對沖基金 其實有兩家對沖基金 就已經收皮 向外公佈 他們已經平了淡倉 因為追火 其實今天口價再夾上去 我想也不是散戶了 因為他們要平倉 所以就夾上去 但是 現在因為 很多對沖基金又有新加入的 因為大家知道這個是一個 賭場來的 竟然 有一班的 對沖基金 說要一起做 而且 不單止 一隻 還有幾隻股份 他們 一齊就說要沽空的 這次 大孤空就有 有幾隻 就叫做 Maze BBBY Gamestop 還有AMC AMC就是一個軟線 這隻 也是很誇張的 一天 就不斷停板 停板 升十幾次 又跌回十幾次 很誇張 昨天AMC 收市 其實是4.96 今天最高至20塊 5倍 大家想想多誇張 當然 他們衝的過度 20塊又貸回來 然後又上上又下 這隻 其實已經正常夾走很多對沖基金 那也是軟線 通常也看淡 AMC 由於是跟GameStop一起被沽空 所以 散戶其實同一班 對沖基金一直以來都是十分不喜歡 甚至是認為你們如取如攜 從來都當散戶 是韭菜那樣割 這次你們還不死 所以 他們 對沖基金就說要沽死這些股票 散戶 在Reddit的討論區 就說要大反擊 每人都capital 說了自己入了多少貨 死都沒有貨 只會 一直那張雖然也不會浮沖的 那這樣的情況 其實我們昨天也說過 類似當時的一周刊 一般經常升上去 reclaim MacBook 10 皇再加上去 這些人是不問著買 當然賣很多 但是美國這群散戶 沒有蟬題 那些都是有神力的人 這些倉的太小 這些人都有幾百萬美金的貨 每一個人都買 貨電話的時候 其實就真的會貨源貴變 會買光的 而且還有實力的散戶 一大群散戶一起去夾 最終 他們當時 其實最初只是說這家GameStop 是40元 就看到70元 第二天就過百了 然後最重要是有一個助攻 就是 Elon Musk 就是Tesla的老闆 馬斯克 他 助攻在Twitter 當然是 加一腳 最高今天 加了一腳 衝上去367元 最近就是 這些Hedge Fund 對沖基金 又看重了兩隻 股票 其中就是AMC 就是剛才所說的AMC AMC 15分鐘就升停板 15分鐘又跌停板 然後是不斷升不斷跌 因為有人大手沽 然後有人大手入 這次 可以說是美國人 的一個大反擊 大家都知道美國的對沖基金從來都是如取如愧的 尤其是對散戶 散戶基本上是面對他們 毫無招架之力 就是等別人 割韭菜 這次 竟然是有一個對沖基金是被散戶擊潰了 而且這次據說已經有兩個對沖基金陣亡 然後有新的對沖基金加入 當然 我們現在看整個環境 現在美國人 那邊的美國人就當是一場抗爭運動 當然他們的抗爭他們有得贏 而香港的情況就是有一點分別 因為 你 去到當時買那個 壹傳媒也好 買不起 即使是肥佬黎拿著七十幾個巴仙也好 街貨其實很少 只有幾千萬而已 但是 都買不起 原因就是 香港沒有一些 好像那邊美國那邊的那種人 那種 勇猛 當然你也要有錢 那邊的投資者 很多時候 應該是受到 這班 對沖基金 華爾街大惡的氣受了很久 終於來一次大爆發 而是他們 可以做到一夫百姓 香港做不到這個情況 香港 有些大媽 有些叫做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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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開一個平台 哄大媽來 告訴他 教他買幾隻股票 初初介紹藍醜 後來就介紹他買的股票 買的股票 不夠兩天就跌九成 三元就剩下三毫 你試問 哪會有人 敢去追擊那些大惡 被人當點心 所以香港 的股市 從來都是 散戶是做點心的 而且還有那些財業 收了那些大惡的錢 收了大戶的錢 幫人搶好出貨 然後就教你買窩卵 買到輸的那些窩卵 全部都輸了 好的那些 自己也不敢買 最重要就是看眾也沒用 9元叫你 入貨10元就沽了 最後升到40元 50元 是不是 那有甚麼用呢 所以香港 當然美國有沒有我不肯定 如果美國網友炒開股票的網友看看有沒有類似的東西 可能美國也有財演的 但是美國資訊流通 資訊爆炸 他們在那些財經網站 可以有大量的 大量的 志同道學的人 在reddit 論壇的連結 好了 所以 這次 這個 其實馬斯克 Elon Marks Tesla的老闆 也是一個很大的助力 大家都知道 他跟華爾街那班 或是跟 金融大樂也好 或是傳統那班 Facebook、Twitter 也不適合 Twitter也不適合 Twitter也不適合 他跟Facebook也不適合 他不是 傳統那班勢力 這次 他估計也是對這班對沖基金 看不過眼 已經是忍了他們很久了 一直以來都沒有機會 這次 就有機會了 這次 被人 攻擊的 原來更多一隻 黑莓公司 以前做的手機那隻 今天白莓公司升 但沒有升得那麼厲害 最誇張的就是 影院巨頭 AMC 香港也有 AMC 也有這間影院 一條遠線 今天AMC 昨天收市4.9號 今天最高到20.0多 剛才我看到收市是17元 17元也升三倍 很誇張 這次 我們看到這個論壇 竟然是有那麼大的威力 再加上 Elon Marks的助力 展開一場伏擊戰 我覺得這場伏擊戰是未落幕的 接下來 我覺得是還有 好戲連場 因為 現在這班散戶 說明他們這隻GameStop是不會賣的 要夾到1000元為止 是務求要殺死所有的沽空機構 誰敢沽的就賣來沽 其實是死的 這節我們先跟進到這裡 接下來我認為會有 更加多的關於這個 散戶大戰對沖基金的新聞 我們 有 最新的會跟大家繼續報導 拜拜